今日为各位介绍的诗人林玉 1984年或创世纪三十周年新诗创作奖 1985年又以单身日记或金顶奖图书类出版奖 著有诗集梦要去旅行 单身日记路之谷恋爱游戏规则 以及散文快笔速写爱草等 婴儿翻 这本诗集诚如向阳老师说的 是林玉陈前进三十年后的再出发再翻转 是林玉进入尔顺之年花甲之际 以反仆着归清真的初心写出的诗集 但又不只是诗集 他同时也是林玉面对人生苦难 顿挫与危机 用坦荡之心动人之诗来面对的生命之书 为什么这本诗集叫婴儿翻呢 或许您可以从诗集的这段后继里听出端倪 我从报社的高薪职位退下后 返买卖茶十年 时常遇着资金周转 兵临失灵的窘境 眼镜磨损了 不敢换新镜片 舍不得坐高铁 选择便宜的长途巴士 说是这样才有足够时间打瞌睡 一双皮鞋穿到鞋带脱碎 牛仔裤洗到裤管破裂 这道追上流行的脚步 然而真正的破折 却是去年化出来的 2016年 我满60岁了 这一年端午中风 中秋湿逝 十月毗离 所谓桥下流走的花 青春的恋人 回不去的家 这三种人生矿位 全在花甲的下半年 一一长遍 是的 书名婴儿翻 即来自诗人住院附件 所写的诗作 翻身后 我像刚满月的婴儿 在附件床上 无知地笑着 明明是逐渐捡回天赋的动作 我却有着收复寸寸师土的激动 接下来我继续术 想读灵欣语新诗及婴儿翻里的几首作品 黄昏的赤松 回家的路上 我播放下来我播放下来我播放下来 每滴周灸都在雕刻着你的寂静 你身处的枝牙正准备迎接 黑木垂降 树壁要抛仍心斗 转入晚年的小镜 我知道黄昏不昏 赤松赤心 一带春光 年少要去旅行的早晨 母亲摘了一把清脆的阳光 小心叮咛 春天不过蛋壳 我沿途挥洒 多知的岁月 惊闪的是泪珠 八十八岁 母亲最后一趟旅行 她走了 我寂寞 在阴暗的屋角 仍窝藏着一袋余灰 说是寒冷时就抖开吧 晒晒也好 春窗朦朦朦 风景是谁的 谁就去任养吧 抽流在窗外的白沙 层层捆扎着快窒息的路灯 风光是谁的 风光是谁的 谁就去占有吧 春雾洒下迷惘 照住花甲的我 正好随着未知去神游 日出席诗 想把文具操练出六块鸡 外加两条人鱼线 你在经典里 卷腹横向侧向 情赋别人的场子 仰卧齐坐 他的春花 他的秋月 但是我只想探测你 泪水的温度而已 在湿的国度里 钢铁腹肌与素食店的拔块鸡 一样令人嘴角酸麻 何不回到熟悉的水域 浅浅的窝纹 缓缓的流转 就算物毒 也是物中极浪 自安分地躺在自己的格子 想象才开始展示 风一直吹 风一直吹 我沿途洒播种子 有一天 森林果园 会用花香 引我回家 风一直吹 一直吹 我拐个弯 在风景里 休憩 汉珠从马路 鼓鼓涌出 我点收半年来的 诗句 深夜撑干 只挺着 只挺着的是 我的鼻 我的腰 我的腿 深夜撑干 不再操场 奖杯或花环 退还给白昼 在繁华 凋静的黑夜 紧握一杆 起跑 主推 纵身腾跃 全在无人 瞧见的白纸上 从石中的最高点 到最低处 飘 飘 飘 落 正好踩上太阳 画出的第一道金线 一笔油丝一杆 一撑 何止一夜 这一月啊 便后去十度春秋 一度又一度将标 线推高 何时才将自己推向千秋 你问我 想在烫金布上独撑最辉煌的一夜 不 宁可成为跳蚤 即使不拿撑干 也无需任何撑腰 使劲弹腿 一跳 不高 却将自我的极限超越了 精直之手 挑寻过 极极大山里的柴星 剪过洞顶乌龙的茶梗 持拿剪刀 裁制过许多美丽的衣服 拨动蒜珠 一手建立了家园 这只手 短胖 但灵活 粗糙 却温柔地将我们拉拔成长 不是优雅的手 也不需拿笔 就把壮蓝的诗句 写进岁月的咒痕里 这只手 抓过黄昏里的枝头蜻蜓 也在精直之日 擦拭着欣喜的泪珠 垢 中文字幕组